2020寿风香创新在地农特产品品尝行销活动 结合了寿风香公所中秋晚会 是在香公所旁的大草坪登场 今年度更加入了原住民的市集 以及国产猪肉品尝的推广活动 场面是相当热闹 也获得乡亲们的一次好评 在社团表演的带动下 2020年度寿风香创新在地农特产品尝行销活动 结合寿风香公所中秋晚会 26号晚间在香公所旁大草坪登场 连续两年寿风香中秋月光晚会结合农会活动 让乡亲可以看表演摸彩之余 也可以品尝到家政班妇女 用巧手将在地优质的在地农产 烹调成一道道可口佳肴 乡长刘瑶宗感谢农会团队的用心规划 获得乡亲们的一致好评 感谢历任乡长奠定的基础 我已属于接任以后 扩大乡亲机关社团的合作 中秋晚会 开始以农会结合办理留言会 乡亲不但可以吃得饱 还有很多大甲等着乡亲 来引起 全家人一起享受美好的日时光 收封乡农会总干事黄启祥表示 感谢前乡长曾淑义首度透过中秋节活动结合 今年赞宇乡公所结合办理 让参加中秋晚会的大人与小朋友 充分体会妈妈们料理的美味 让大家可以看见农会假日班教育推广工作成果 也收封农会感谢我们的乡亲 平日的支持跟爱护 希望农会能够再多元的跟大家做一些服务的工作 那今天我们办这个园游会也承蒙大家这么热烈 我们觉得一年比一年好 刚刚议员有在讲说 明年是不是我们要再扩大举行 再拜托我们议员协助帮忙 还有县府的长官大力的支持 我相信我们明年会比办的比今年更热闹更盛大 活动当中结合了国产猪肉推广 乡长刘敖宗表示 养猪是收封箱主要的产业 年产值超过6亿元 是收封箱最重要的经济名买之一 收封猪肉就是健康的保证 希望消费者支持收封健康猪肉 也可以维护家人健康 记者刘明胜 收封箱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